请准备四个两升塑料空瓶 一个空的双肩杯 一根两米长绳 首先 拿起一个塑料瓶 用食指垫在瓶口处 用绳子在瓶口处缠绕三圈 将绳子从手指与瓶子之间的缝隙中穿过 抽出手指 拉紧绳子并打结 然后将绳子固定在瓶子上 再将系好绳子的空瓶 绑在双肩杯肩带上 尽量靠近胸部位置 另一边的肩带上 也用同样的方法绑好空瓶 在双肩杯中放入另外两个空瓶 背上双肩杯 就相当于在身上固定了四个空瓶 它可以起到和救生衣相同的作用 防止溺水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救生衣制作方法 首先准备十个五百毫升的塑料空瓶 打开瓶盖 将瓶子塞到衣服中 拿到胸部左右位置后 从衣服外面拧上瓶盖 重复上述动作 在胸前固定五个空瓶 在后背固定五个空瓶 在腰部系根绳子 就可以将空瓶与身体固定在一起 如果是儿童 仅需八个空瓶 即可做成简易救生衣